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人员 今天这一节目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美国主持召开了和东盟十国的峰会 那么这是45年来 首次是美国和东盟举行这样的峰会 可以说规格非常之高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话题 当然就是美国和东盟之间的产业链的建设和合作 而且是可能是撇开中国来进行的 这个事情可以说现在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美国在中国的后院烧了一把火 对中共政府也是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那么今天这些节目主要聊一下这个话题 以及背后的含义 如果是首次听我节目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如果是老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并帮忙转发 大家的支持和信任是我做节目的最大动力 好言归正传 美国拜登总统于周四开始在白宫招待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举动的目的是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给予坚决的反对 尽管拜登政府的大部分精力 现在仍然是集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 但是可以说对中国的关注也丝毫没有落下来 因为美国心里最清楚 它最大的对手最终还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 那么这场峰会设计一系列话题 包括贸易产业链 人权气候变化 这也是拜登外交政策班子的一个非常出彩的作品 目的当然是以组建统一战线来应对中共在该地区的扩张 那么中国越来越多在世界各地展示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现在美国到了出手要遏制的时候 特别是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公开战队 可以说让美国是痛下杀手了 这一次可以说大蛇必须要打死 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 其实他已经做过了承诺 要将中国的问题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核心焦点 和中国展开对抗性的竞争 阻止中国主导印太地区的必要性 仍然是拜登关心必要重点解决的一个议题 那么这次会议有哪些实质性的内容呢 首先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是签订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协议 当然包括美国在印太地区主要是对东盟国家投资1.5亿美元的这样一项基础性的投资 那么美国的投资包括4000万美元用于东南亚的清洁能源项目 这笔钱将用于帮助筹集或者是资助多达20亿美元的项目建设 美国还承诺了投资6000万美元 在该地区部署由海岸警卫队牵头的更多海上资产 并且与其他国家协调开展旨在执行海洋法的培训和其他活动 那么这项举动明显是针对中国这些年在南海上的扩张 威胁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一些利益 美国政府还表示还将花费1500万美元扩大东南亚的健康监测项目 更好的检测该地区的新冠病毒感染疾病和其他空气传播的疾病 当然这些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美国和东盟国家合作 再重新考虑布局产业链 那么这也是全球所期待的 之前产业链的模式 我们都知道基本上都是欧美日搞研发搞设计销售 而生产的全部或者说大部分是放在中国的 当然越南印度等制造业新兴国家也布局了不少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最依赖中国产业链 一旦中国一封锁 这些年价的全球商品无法输出去之后 那么全球都会感到缺货感到通胀的压力 疫情爆发以来可以说中国是干了两件事 让美国是印象深刻 危机感是越来越强了 一件就是武汉刚封城之后 中国就开始限制抗疫物资对美国出口了 中国说自己不够用 对不对 其实那时病毒已经在美国传播了 后来导致美国国内的口罩消毒液呼吸机 等等一些基本的物资非常紧缺 让美国的病毒传播得不到遏制 那么让川普政府也是开始加速制造业回流的一个步伐 一些在中国的欧美企业开始回流本土 而且日本和美国给了很多的优惠 吸引这些欧美日的企业到本土来生产 那么这也是让美国非常警觉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一年以来 中国不断的封城 封完这个城封那个西安长春郑州 然后是沿海的城市 封影响就更大了 你像深圳对不对 广州特别是上海啊 像这样的城市一封啊 美国就明显感觉到压力就很大呀 那么中国正常出口美国的商品呢 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大家看看上海港啊 外面积压了内蒙多的集装箱 货能呢都开不出去 对不对 反而美国的诺山基港 长滩港都是空荡荡的 没有货柜来 那么这样一对比就明白啊 这样一封锁的话 美国这个商品紧缺啊就会非常严重 那么物价肯定会上涨 可以说这些软封锁措施呢 对美国的通胀杀伤力影响是很大的 拜登政府当然是会感受得到 对不对 所以前几天呢 他们在讨论来降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那么就算是你降低了 中国不一定给你供物品啊 就算是你降低了关税啊 习近平不一定会对你供货的 可能还会继续封锁的 所以现在美国的必须要重新组织这个产业链了啊 不要依赖中国要撇开中国了 而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东盟啊 45年来首次在美国召开峰会 可以说就是为了撇开中国 重新布局未来的产业链 这次峰会了缅甸是没来 因为缅甸是军政府受到了美国的制裁 所以放了一把空椅子啊 但是其他的九国都来了 这个整体不影响大局 大家知道了东盟国家中啊 你像比如说像越南 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呀 这些国家的制造业 都是比较扎实的国家啊 基础都是非常好的 虽然单个国家呢 比不上中国的生产能力 没有中国规模这么庞大 产业链这么齐全 但是这些国家 如果合起来的话 再加上印度 墨西哥 东欧 等等的全球制造业重要国家 可以说完全可以对中国形成一种替代的作用 就是说你撇开中国 我不要你的工厂 不要你的生产了 但是我这些国家来重新布局 重新分工的话 供应全球的基础商品 还完全 可以说完全是绰绰有余的 根据CNN的报道 在本次峰会上 东盟首老将与美国的政府总统 还有国务卿 商务代表 贸易代表 以及各大企业高管来会面 议程是为了剥离所有中国的供应链 对接美国企业与东盟 把目前美国产业链上所需要的各个环节的产品 都摊出来给欧盟看 对接美国企业与东盟 把目前美国产业链上所需要的各个环节的产品 都摊开出来 给东盟国家看了 东盟使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 挑选出能够承接的部分 对于暂时还承接不下来的 那么美国要求美国企业 可以做有限的技术转让 来扶持东盟的这些企业 所以可以看出 这种产业链的合作框架 基本上是形成的 那么这要感谢总加速师 加速了美国和东盟的合作 可以说 中国可以安心的关起们 搞你的病毒清零 搞一百年不动摇都可以 没关系 世界不依赖你了 对不对 可以撇开你了 不是说离开了张屠夫 就不吃带毛的猪肉 只是这些产业链上的外资撤走之后 那么中国的失业大军 又要是暴增了 民生可能会更加的艰难 大量的外资撤离之后 那么首先冲击的就是沿海城市的房价 那么这些泡沫是非常巨大的 大量和外资外贸相关的企业 也要关门 当然就会有大量的失业人员 再叠加国内空虚 可以说真正的苦日子 真的还没有来 我觉得国内 说到失业人员 不要光盯着每年内 一千多万的大学生 那才是一小头 一小部分 还有大量的在职人员 大家想想 因为疫情的冲击和经济的衰退 和外资的撤离而失业 还有大量的中西部打工的人员而失业 官方数据来 目前中国已经有两亿多灵活就业人员了 他们说灵活就业人员 其实就是失业人员 我预计下半年可能会达到三个亿 明年很可能直接冲击四个亿 扣除退休人员和未成年人 也就是说明年可能两个人里边 就有一个灵活就业人员 我预计明年开始体制内就会全面收入下降 也就是说最后没有人员是性命的 所有人都将被拖下水 可以说这都是后话 走一步看一步 那么美国除了和东盟 合作建设产业链之外 美国对亚洲的布局 其实还有新的动作 根据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还将于5月20日到5月24日访问亚洲非常重要的两个国家 日本和韩国 那么这是他的第一次访问 此前的主要焦点当然也是针对中国的 虽然白宫的官员没有提供此行的细节 但是拜登总统的预计将于其他几个四边安全对话国家的成员 也就是像澳大利亚印度日本 与这几个国家来一起会晤 会晤的针对的主体当然会是中共国 对不对 对他们从政治从军事上进行围堵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所以不管是从经济产业链的角度和东盟十国加成合作 还是从政治军事就是四边安全机制 这几个国家来围堵中国 比如说美国都在对中共国是家境布局 之后总加速师可以在墙内是彻底放飞自我 你去搞清零一百年都不动摇 你去自娱自乐也好 全世界和你没关系了 人民是最后一代 你独裁者也可能会是最后一代 我觉得这个结局就很好了 阅读是一门终身的修行 阅读的知识决定思维 思维决定选择 选择决定命运 但是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我们很难完整读完一本好书 主要是没时间 读不懂 难坚持 所以结果都是看几 就半途而废了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 那就是听书 特别是通过听财经类的书 来培养财商 提高投资理财的能力 实现财富的增值 经过我们团队精心的准备 我们挑选了一百本书 这些书曾经帮助我们改编过命运 都是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财经的好书 无论你是想扫清错误的理财观念 用正确的财商思维去对待金钱 还是想规避风险 在投资中实现收益最大化 那么这些书都是你千万不能错过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周就能吸收两本书的精华 通过365天的坚持学习 就能让你的财商迅速的提高 更加接近财务自由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太长 很难坚持 但现在如果能让你免费加入 并且大家一起学习 共同进步 那你是否还能坚持呢 现在能眼财经读书会 推出了入会抽免单的活动 现在加入读书会 就有机会成为幸运的免单用户 直接免费在读书会学习 每个月我们将抽出五位的幸运用户 享受直接的免单 此外能眼财经读书会 推出100天的读书计划 只要加入读书会 每天坚持读书打卡 打卡满21天 将返还15%的会费 打卡100天 我们将全额退还学费 也就是说坚持学习 你也能免费加入读书会 幸运免单 读书打卡总有适合你的 不要错过能眼财经读书会 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活动 从现在开始 加入读书会的用户都可以参与 我们后续也会推出更多类似的活动 用微信扫描视频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也可以通过评论区 以及视频描述栏的链接加入 关于读书计划的详细规则说明 我也放在了评论区 能眼财经读书会 我们不见不散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